欣赏第52届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中国女队对日本队的决赛 曾明知道啊 通过前面十元的表现 就是感觉这个运动员在场上 还是很放得开 对对对 包括和荷兰打的时候 他的这个进攻 很有威胁 对 其实他也是我们一个很陌生的对手 相对陌生的对手 因为在近几年的比赛当中 他基本上没有出来比赛过 只是在一次公开赛当中 战胜冯天威以后 引起我们的比较足够的重视 我们的比赛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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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赛 丁宁的打小球应该说也已经过关了 曾经有一段很纠结跟小球打法 但是经过在几次封闭训练当中的这种着重的去对付打小球这种打法 应该说丁宁现在是充满自信的 这首今天真的是放开在拼我们 一个他能够打到第二名 也是经过了几场艰险的之战走过来 有铺垫 对 所以他们跟我们打真的完全放下了包袱 而且今天又是天师地里人和他们都有 陈生导 十元优香的宵球应该说他的功底还不能够说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他的进攻有一点危险 从现在场上的表现上来说呢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宵球的能力不太行 所以他拼命攻 然后他也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攻来打乱我们 他的战术制定呢可能向来先攻你来最后打乱你 其实丁宁这个时候呢还是要不要着急慢慢打 因为丁宁打小球的他的得分手段不是在这种很强势的进攻下面来得分的 他是通过节奏变化 旋转变化 线路上的变化 一板一板的这样慢慢打 大家看到刘诗文 刘诗文今天是打第三盘的单打 好的 今天对手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整个场上的表现我觉得他发挥的很好 其实打这种削球挺简单的 因为就跟他打拉弓 稳先稳拉住他摸清他的旋转 他削稳都很困难 就是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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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想定您11比5 拿下第一局 稍事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团体的决赛 魔力之品质 探索见精神 马可波罗瓷砖 棋手CCTV舞为您奉献精彩赛事 上经典赛事 向皇家传承 丁剑达与您共享 金典赛事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日本东京进行的第5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团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 这是双方第一盘的单打定您对十元优箱 达郭 呱 颱 在这儿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十元优香 是在比赛开赛之前的 十几天才换上去的 是最后一位报名的选手 她挺记忽远爱 今年二十四岁 但是沉迷知道 我觉得十元优香 这个运动员呢 先暂且不说她技术如何 但是她在场上的 这种气质还可以 对对对 我刚才第一局的意思 就是说她的发挥很正常 她也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 能够在场上 有这样一种表现 说明这个队员的心理素质 她的发挥还是非常棒的 其实这个心理素质 有时候是与生俱来的 对 这一局丁林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第一局嘛 对手对她的球路也不太熟悉 而且在丁林的整个发挥上来说 我觉得发挥的很好 第一局 有拉冲 对吧 也有发强 那么说起萧球这个打法 其实日本队呢 他有这个打法的传统 他出过很多萧球运动员 像松下号二 射谷号 这都是萧球 另外呢 他这次男子报名 也有一个秘密武器 萧球选择 叫炎野真人 在去年的日本公开赛 是获得单打冠军的 所以日本在培养萧球方面 他还是有他独到的地方 对 我听说 他请的是韩国教授 对 因为韩国在教萧球方面 也很有办法 日本女队呢 和日本男队的这种 好像体制还不太一样 女队好像都是 自己有教练有陪练 然后自立蒙古 然后有一个集中性的训练 男队就是日本队呢 他大部分都是集中性的训练 神明知道 我觉得丁宁 其实有些球 没有必要强行去发力 可以注重一些这种 对球的一种感觉 回合 多摸一摸对方旋转的情况 对 他现在可能想通过一个发抢 来打乱一下对方 因为对方的球 现在接过去以后 你拉他就正手攻你 好的 所以丁宁也是在需要 从整体上来说 战术上的需要 他打了一个这样的球 丁宁今天整个人在场上的精神面 面貌还是很好的 他对这场球也是非常重视的 嗯 对不起 好 好 我觉得日本队对十元优香 就有一句话叫 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因 实际上之前 竞技运动员是没有进入过主地阵容的 但是大赛用的确实还可以 心理素质很过硬 发挥也很正常 现在丁宁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一定要显得更加坚定一点 刚才我觉得他在处理球上有点保守 酱油 现在的丁宁在出手的时候 手够快了 球点在上升期的时候 很难拉到这个球 因为陈斌指导呢 是丁宁的主管教练 所以对丁宁的情况特别了解 但现在我想丁宁啊 对旋转的把控要准确 对 他还不能太着急 还得要有轻重的处理 再慢一点击球 对 对了 他现在这个节奏是好的 不要那么着急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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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rystal 其实丁宁就应该用这样的办法来得分 而不是急着去冲 虽然第一局是冲的得分比较多 但是这不是他的风格 越慢越好 慢慢慢慢突然加速 应该是要有这样一个决断 突然爆发 这个球呢是有一些偶然在里面 对方呢已经蹲在地上了 而且人想消呢也来不及 只有摁一下 没想到这个球是擦边 华夏银行一心陪伴冠军魏林 现邀您参与东京市军赛微博互动 爱的cctv5参与微博互动 每场互动新领观众将获得由华夏银行提供的刘国良签名球拍 华夏银行一心为您 上经兰天赛事 上经兰天赛事 向皇家传承 金兰天赛事 金兰天赛事 兰天赛事 青兰天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觉得从第三局开始 丁宁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调整 第一个就是说你第一板上手的拉球 你不能给别人阵守进攻太多 不能拉的落点在别人手上 可以拉到中间一点 然后再通过这种拉弓来得分 对吧 在一个拉球的时候不要着急 我在赛前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你在出现机会球的时候 一般人是穷 一般人是发力 而你不是 你是要打反心里的球 这高球的时候别人是冲 我是不冲 我是吊你 所以你在节奏上产生变化 包括球的线路上 长短上发生一些变化 我是愿意看到丁宁这样的打消球 而不愿意看到第一局那样的打消球 甚至在第二局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觉得能够充实它 这是他的大技 丁宁不是以力量取胜 而是以这种拉球的功底和变化来取胜 对的 和他的连续性 现在第二局 第三局 三比零 慢调 多棒啊 这球打了 舒服啊 对 这样打你又不费劲 又节省体力 刚才打的是漂亮 但是那球说实在我作为他的教练来说 我看他那个球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多棒啊 这削 拉球 是啊 因为对方的削球本身其实它削不稳 对 削不了十板以上的削不了 是吧 五板 四板 这种情况下 就用你的这种拉弓技术 足够赢对手 对 现在对手发现这种问题以后 他可能会加强一些进攻 反攻 对 很好 这样子就对了 你一板冲不死以后 对手顶过来的球 你千万不要着急 再来 很好 这样子就对了 你一板冲不死以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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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球丁宁也没必要虚 他对方没有什么可以 这个得分的点 你看消不是说太稳 其实丁宁的防守是他的优势向 优势技术 你拉他防他三五板 对丁宁来讲 我觉得也是不成问题 对丁宁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自己着急 他觉得是机会 很好 大家看到 现在逐渐的日本的十元优香没招了 为什么没招呢 他的优势是强攻 他叮咛的防守固然特别好 所以他一旦攻不死对手 没有得分点 像刚才这个球也是叮咛出手够快 就是球在上升期的时候 这样的点叮咛把控的还不是特别好 年轻费者固然发生苐烧 这样11比2 这局比赛 今天是大比分 零下 第三局 2比1顶先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第四局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日本东京 带在墨体育馆的现场 为您带来第52届视频赛 女团决赛 第一盘丁宁对食言优香 现在要进行的是第四局 防住 定情转弓 漂亮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观看决赛同时 参与华夏银行一心陪伴 冠军为您邀请您参与 CCTV5微博 关于视频赛话题的互动 转发并评论 您将有机会赢取华夏银行 为您精心准备的 刘国梁签名球派一副 好球 吃完优香 真的是没有什么招了 修 和丁宁的这个拉 形成拉弓的技术 它不如丁宁 它会有失误 对 形成它进攻 它最有力的就是它的强弓 但是强弓丁宁现在已经适应 能够防住它的强弓 一 三 丁宁现在的战术运用比较合适 就是说我不是每个球都发力 我轻轻吊着你 我有机会冲你一下 让你在肩上不知道我冲还是不行 然后让你反攻的时候我也能扛住你 我也防住你 然后就形成对拉 一形成对拉 丁宁就得分 那么视频赛呢 今天是最后一天 已经进入到决赛第八天的比赛日 应该说中国队和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队伍 在经过八天小组的五场 然后第二阶阶段的四分之一 半决赛和决赛 我想呢这一路走来 中国队也是在每一场之前 做了认真细致的一些分析和准备 用心对待每一场比赛 才能够最终 去夺取这个冠军 不过从记录上 我看这日本三位单打主力 与中国的三位主力合计交手 三十八次竟全部失利 就他和中国他没有胜 没有赢过中国一场比赛 好像只输了一局 今天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中国队克服一个 克场的气氛 对 克场的气氛 打一个气氛 对 不要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 对 这是我们在赛先准备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嗯 好的 这个球是打哪了 这个球是对方失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回放 你看 你看他为什么 他没有放了 你看这个球 这个球他为什么 球突然一下 停在那不走了 他这个球是他打手上了 不在拍子上面 击球 从乒乓球比赛规则来说 这个球应该算他失误 应该算他失误 你看他打到了 实际上打到手上 所以丁宁在救球的时候 那球是成了一个短球突然 球被不规则在运行 听您还是不要着急 通过这样拉中间短球 让他没办法削 这是一个很好的得分点 所以会打削球的人 打削球啊 可以慢慢地溜住销球 让他长他就长 让他短他就短 要有足够的耐心 作为一种比赛的享受 丁宁现在就是要 在戳球或揭发球上 一定要严格地控制对手 不要让对手有薄杀的机会 打削球 好 拉直线 继续拉 非常好 这个球呢 定宁也是在 在那个 尝试自己连续冲的能力 刚才定宁的思想 一定是在想 我就不相信冲不是你 对 其实定宁已经完全 打出了优势 削球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啊 这个打法的确很困难 攻你攻不死 削你削不住 削需要功夫 而且削球 每一板球难度也很大 对方拉的又转 有时候重 有时候轻 所以现在场上 十元优箱啊 也是处在这样一种 极度被动的当中 攻 定宁能防住 削 它不一定能够 多板数的削住 攻不死 你这个只在 叮咛的 才使了10%的劲 你拉十板八板 叮咛也贴你 贴你十板八板 没有问题 叮咛比较擅长 这种防御 对 擅长比较这种防御 一般的 攻势比较好的 都很难打穿它 除非是几个顶级高顶级的 铜墙铁壁 就是现在叮咛 它要得分的时候 它像这样冲凉一下以后 然后要拉一个 转一点的球 刚才虽然是 把速度降下来了 但是它没有旋转 对 所以容易被对手 反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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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您孩子 非常的果断 在打一个发抢 他的发抢不是 经常使用 但是他需要得分的时候 他会使用一个发抢 炼 发力冲 这样丁宁11比5 拿下了这场决赛的第一盘 而且呢 基本上用压倒性的优势 战胜日本的十元牛腔 陈明知道你是丁宁的主管教练 你们平时试图感情应该也是 非常的密切 那您觉得就是说像丁宁 他肯定也会遇到心情不好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您在那个时候怎么去安抚他 因为成功的时候有 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 其实我呢 从男队过来以后也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呢从师指导啊 李准指导啊 这些老教练 包括任国祥 他的前任教练 还有乔小卫这些老教练 都给我很多的建议 教我怎么带女孩子 其实他们虽然有发脾气的时候 或者有沮丧的时候 我的办法有的时候是默默地陪着他们 然后等他情绪稍微稳定以后 然后再跟他慢慢讲道理 和讲自己的一些过程 讲这个比赛的一些 一些原因 他们也慢慢慢慢慢慢能接受 其实丁宁在这方面还好 中文字幕——YK